本届投下会以开放融合 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年度主题 国际化特色更加鲜明 巴西 塞尔维亚 卡塔尔三个国家担任主兵国 是主兵国最多的一届 目前 已有近40位副部级以上的外国政府官员确认出席 多个国际组织将参会 较网界在数量和参与程度上均有提升 大会总展览面积12万平方米 将设智能制造 数字经济 绿色低碳 乡村振兴等热点专业展 专业化更加显著 品牌化更加突出 将举办30多场专题项目对接和洽谈 以及投资中国年主旨论坛 中美省州经贸合作研讨会等50余场特色鲜明的会议论坛 本届投下会将发布世界投资报告2023中文版 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3 中国外商投资指引2023年版 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23 中国双向投资报告2023 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等权威的报告 提供投资促进专业服务打造国际投资风向标 为国际双向投资提供专业的参考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表示 投下会致力于打造双向投资促进 权威信息发布和投资趋势研讨三大平台 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 本届投下会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开局之年的首届投下会 也是商务部开展投资中国年招商引资系列活动的重要一战 办好第23届投下会有助于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 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作为全球投资大国的积极作用 对推动全球投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金福介绍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至第二十届投下会贺信五周年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贺信重要精神 努力打造服务全球发展的国际投资公共平台 突出福建优势 深化海思国际交流合作 突出闽台渊源 服务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投下会承载着促进两岸经贸交流的重要使命 今年将持续举办两岸经贸合作与发展论坛 海峡两岸农产品采购订货会 台资企业专场对接会等系列活动 预计有近300家台企参展参会 共享祖国发展的新机遇 副市长庄荣良表示 作为投下会举办地 厦门将持续搭平台 优服务 创品牌 全力以赴当好东道主 为助力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扩大高水平开放 贡献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